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马卡龙起源于意大利,在法国发扬光大 是全世界甜食党无法抗拒的美食 相比于一般甜食,马卡龙是偏贵的 正宗的马卡龙是不添加面粉的 由杏仁粉、糖粉和鸡蛋清烘焙制成 每个马卡龙由两个杏仁小饼和内馅组成 而合格的马卡龙成品率很低 一枚漂亮的马卡龙,外表必须是光滑,无坑吧 在灯光仗势下泛着细腻的光泽,才是完美的马卡龙 所以制作原料虽然成本不高 但一烤箱出来,能够形成完整无缺的 美丽雷丝花边的马卡龙数量却不多 再加上人们的不断创新,多层加息 不同口味的马卡龙品种层出不穷 口感层次感分明,外酥内软 咬一口首先尝到的是很薄但酥脆的外壳 接着是又软又绵密的内层 所以无论是原料、工艺还是颜值、口感等 都是马卡龙价格偏贵的原因 一枚正宗合格的马卡龙售价约15元 你们觉得值吗? 对于本期话题,大家有什么看法? 欢迎留言评论哦! 感谢观看! 谢谢观看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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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!